同学们好,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荷花。 那在上课之前,我们先来检查一下这节课的生字。 第一个字是伴,花伴的伴,要注意它的中间是一个瓜, 要和辨别的辨还有辨韧的辨区分开。 第二个字是棚,连棚的棚,上面是一个草子头,下面是一个缝。 第三个字是杖,棚杖的杖,那它是左右结构的。 第四个字是裂,裂开的裂,是上下结构。 第五个字是姿,姿势的姿,那这一个就是士,姿势。 这两个字组成一个词,姿势,两个字都是上下结构的。 那这两个字可以组成一个词是仿佛。 他们的部首都是单立人,都是左右结构的字。 好,那我们再来看。 这个字是随,随便的随。 这是舞蹈的倒,跳舞要用脚,所以它是竹子旁。 最后这个字是指,停止的指。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些字都是什么结构的。 上下结构的有棚,列,姿势。 左右结构的有照,仿佛,随,倒。 还有左中右结构的是半,花瓣的半。 最后还有一个独体结构的是,停止的指。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。 我们可以怎样实际这些字呢? 比如,用加一加的方法。 月加长是膨胀的照,列加一是裂开的裂。 还有呢,这一幅图就是地面裂开的景象。 好,那我们再看。 还可以运用字里十字法。 看一下,这是膨。 膨古代画的画,这是笑形字。 然后小传里面的,历书里面的,凯体最后是这个样子。 那我们看一下。 草字头它表示,飞棚属于草类植物。 那冯表示声音。 那你记住这个字怎么读的了吗? 念,棚,就是草字头加冯,是棚。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课容易写错的字。 第一个字是半,花半的半。 那写的时候要注意,下面是一撇,不要写成了一竖。 还要注意,中间是瓜,不是颜字旁,也不是一点一撇。 瓜面上结了一个瓜,就是花半的半。 那我们再来看是第二个字,姿式的姿。 那这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? 注意下面是一个女。 女孩的女,不要写成了被。 那我们可以次女为姿,上面是次,下面是女,组成了姿态的姿。 好,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篇课文的作者。 叫叶盛陶。 叶盛陶原名是叶绍军,江苏人。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教育家。 他先后创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《稻草人》。 创作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倪幻之》。 而且叶盛陶他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有70多个春秋,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。 他也撰写了大量的关于教育教学的专论,著名的有叶盛陶级,还有叶盛陶语文教育论级等。 那认识了这么厉害的一位老先生,我们就来再认识一下他笔下的荷花。 荷花又称莲花、水芙蓉。 我们通常说荷花是出水芙蓉。 它的根茎肥状,根茎生在浅水泥里,称作藕。 荷花有红色、粉红色、白色等。 花柱成碑状,花柱中的圆孔里又有莲子。 那可以看出来荷花的全身都是宝。 它的藕根茎藕可以做蔬菜。 莲子又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食品。 叶、花梗、莲心、莲虚均可以入药。 那这浑身是宝的荷花在作者笔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?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主要写的哪些内容呀? 作者主要写了看荷花以及由荷花已发的思考。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作者是怎样看荷花的。 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呢? 首先第一部分是第一自然段写的是我去公园看荷花。 第二部分是二到三自然段写的是荷花生长的各种优美姿态。 还有最后一部分写的是我观赏荷花时的想象和感受。 那我们看作者在看荷花欣赏荷花的时候是光看光欣赏吗? 不是欣赏了。 还有收获有想象和感受。 好,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作者看到的荷花是什么样子的? 作者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描写的呢? 从整体上来说, 作者看到的荷花色彩名利, 形态, 各异, 主要是从荷花开放的状态, 荷花的颜色, 还有荷花的样子三个方面来进行描写的。 那知道了荷花整体上的样子, 我们就来具体分析, 赏息一下作者写荷花的美句吧。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, 荷叶挨挤挤挤的, 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。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比喻句, 它的本体是荷叶, 它的预体是碧绿的大圆盘。 那结合这幅图片来看一下, 作者这样一个比喻句写出了什么呀? 写出了荷叶的生命力旺盛, 挨挨挨挨挨, 一个紧靠着一个, 说明荷叶的多和密。 那作者又把荷叶比作了碧绿的大圆盘。 这是形象的写出了荷叶的颜色和样子。 作者想赞叹的是荷叶旺盛的生命力。 好,那我们接着看,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。 冒这一个字, 用的好在哪里呀? 这一句话写出了白荷花什么样子呢? 冒出来。 我们说这个冒字用的好, 是因为它写出了荷花, 不是偷偷的钻出, 也不是自然的找出, 而是冒出来, 让我们体会到了荷花生长的动态的感觉。 我们读完后, 仿佛看到白荷花, 迫不及待地挣脱荷叶的束缚, 努力向上伸展, 生机勃勃的动人姿态。 所以说这一个冒字, 写出的是荷叶, 生机勃勃的动人姿态。 那这句话和上文中荷叶叶叶叶叶, 又是相呼应的, 形象的写出了, 白荷花从绿色的荷叶中凸显出来, 卓而不群的样子。 那欣赏完白荷花, 我们再看, 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, 有的花瓣全都张开了, 露出嫩黄色的小帘棚。 有的还是花孤短, 看起来保障的马上要破裂似的。 那在这里, 有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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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怎样的句式呀? 这叫排比句。 那我们看一下, 这三个有的, 有的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呢? 是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的描写顺序。 整体上写的是两三片花瓣, 这是半开的荷花, 然后有的花瓣全开了, 写的是全开的荷花, 还有的还只是花孤短, 这是还没有开的荷花。 那三个有的组成的排比句, 它的作用是增强语气突出荷花的不同长势。 又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的描写顺序, 写出了荷花刚开、全开、未开的三种优美姿态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三幅图片。 荷花将开时是保障的花孤短, 全开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嫩黄色的小莲蓬了。 那半开的时候只有两三片花瓣。 这样写是写出了荷花, 花瓣的数量、花心的颜色以及花的样子。 那作者描写的语言是不是非常的形象了, 和图片是相对应的。 那我们再来看。 这么多的荷花, 一朵有一朵的姿势。 看看这一朵很美, 看看那一朵也很美。 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, 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。 那我们看。 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, 这是一个比喻句。 作者是把一池荷花比作了一大幅活的画。 那作者为什么把它比作活的画呢? 是因为荷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 那这一大幅活的画是作者看到荷花的感想。 那我们说这个感想有两层含义。 这两层含义分别是什么呢? 第一层含义是, 这个比喻句作者把一池荷花比作一大幅活的画, 赞美的是荷花的活力。 说荷花充满荷花的千姿百态, 充满生机。 那第二层意思是, 这一大幅活的话是谁成就的呀? 是啊,大自然。 所以第二层意思是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。 因为只有大自然才能赋予各种植物也顽强的生命力, 创造出如此美妙神奇的画面。 所以说一大幅活的话, 创作者是大自然。 这里表达的是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。 好,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自然段中。 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, 而是在看荷花。 那作者为什么会忘记自己是在看荷花这件事情啊? 我们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么忘我的境界啊? 当然是非常投入的时候。 那作者又为什么如此投入呢? 因为作者被荷花完全吸引了。 所以说, 在看荷花的时候, 作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了荷花中的一朵了沉浸在其中。 忘记了自己是在看荷花。 那这个结尾的最后一句, 其实是想说明美丽的荷花所产生的巨大魅力。 好, 欣赏了作者笔下的这些文字。 那你有什么感受呢? 是不是觉得作者写得非常的优美、生动呀? 那我们来想一下, 作者在写的时候都运用了哪些方法呀? 作者运用了排比句式、比喻句式等等。 所以说, 我们在以后的写作中也可以多加运用排比句和比喻句。 那排比句的作用呢? 是增强语气。 比喻句的作用是声动形象。 好, 那我们看一下, 通过对荷花的描写, 作者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? 作者是想赞美荷花千姿百态的美丽。 同时呢, 是对大自然巧夺天工的赞叹。 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之情。 好, 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, 这节课我们学习的课文是荷花。 荷花是作者叶盛桃以丰富的想象力, 描写了它的清晰、美丽。 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各具姿色、色彩明艳的水中荷花的画面, 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。 那看了作者笔下的荷花,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喜欢的花呀? 那课下的时候, 同学们, 就想一想作者是怎样写自己喜欢的花的, 然后模仿作者的写作手法, 把自己喜欢的花也来写一写吧。 好, 这节课就到这里, 我们下节课再见。